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8月10日2023年 全国中学生田银锦苗赛正在火热街当中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男子高中甲主110米兰决赛的盘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来自残军中学的陈志康 现在的陈志康年龄才只有18岁 可以说也是五国跨男 懒懒生起的新年线 最终陈志康标出了13秒42的成绩 破纪录文化 指数一日就在去年进行的2022年 全国中学生田银锦苗赛 男子遗嘱110米兰决赛中 陈志康标出了13秒18的成绩 打破了刘翔在2001年创造的 13秒32的全国青少年之路 陈志康也创造了18岁以下 中国少年该项目的历史最好的成绩 陈志康也创造了历史 陈志康同时也创造了亚洲历史第二好成绩 可以说也是我国的跨男小天才 陈志康的特点就是后程能力非常强悍 时常会将对手直接远远甩开了 而陈志康也是一位110米兰和400米兰双肩下的熟手 他的400米兰也是非常强悍的 也是达标国家以及印度人的熟手 而相比去年的全国中学生田银锦标赛 不仅仅只是从遗嘱胜到了甲筑 篮高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去年在遗嘱的时候 篮高只有0.914米 而本次甲筑为0.991米的人高 这对于陈志康不仅仅只是一种挑战 也是一种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今天陈志康处在第六跑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 陈志康的最大机会对手 就是处在第二跑道 来自战江奥中的陈志康 比赛哥时候陈志康起跑并不好 只处在第四位 而陈志康起跑环渊是所有所有中巨块的一位 传有异的位置 不过这个时候 直见陈志康开始展现他的超强 获得加速能力 和非常顺畅的残阶技术 开始托你去追 直见陈志康很快就实现了逆转 冲到了第一位 直见陈志康越跑越快 直接将对手们都甩开了 最终陈志康甩甩开对手7米远 以13秒42的成绩逆转回光 而陈隆隆以14秒14的成绩破了压倦 陈志康这个13秒42的成绩 也打破了该项目的赛费纪录 由于篮高的问题 陈志康这个成绩 只能达标国家一锦一鲁年14秒23的标准 这对于陈志康来说也是一个过渡期 因为没有预赛只有决赛 所以陈志康的成绩 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起跑落后只处在第四位 再到后程爆发 凤利连超三人 战营对手7米远破级录 只能感叹陈志康的未来 也是无可心理的 好了我们今天视频集了 看见领域三次 由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见会